现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南台湾的墾丁 可以看到猛情赤腹因过境 而且呢已经逐渐接近了高峰 那么在美国的联准会 这些鹰派的官员呢 敢流行吗 现在也是倾巢而出 这个鹰派的言论 一个比一个严厉 那么美股带头国际股市吹起了逆风 台北股市今天也是开低走低 大家开始有一点这个不安的情绪 逐渐的升温了 大家要请教大人哥 目前面对这样的一个逆风的走势 我们投资朋友应该要如何因应 如何应变呢 好 那就请看今天的盘要解盘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 9月28号星期三的 忍者无敌股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欢迎我们面面俱到的 大人哥摩尔头顾 陈奎人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宇好 大家好 今天的台北股市呢 感觉上卖压非常的沉重 但是呢要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 务必要准时的 而且要锁定收看 我们目前忍者无敌的股魔力 还有在聚保期的两大单元 因为呢股市难做 但是利用期货 可以让您在投资市场上面 更具有灵活度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锁定 大人哥的YouTube频道 订阅 按赞 分享 同时打开您的小铃铛 那么如果呢 在持股或者是资金配置上头 有任何的问题 也请您千万不要客气 可以利用我们 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 或者是直接透过Lite 来私讯大人哥 获得更多的一个这个帮助了 那么每天早上呢 在八点半的时候 大人哥早点名 线上直播 带给大家最及时 台北股市的操作策略 还有期货市场 要如何来获利 欢迎大家 在每天早上八点半的时候 锁定我们的YouTube频道 跟大人哥在线上 进行最直接的互动了 那么今天的这个台北股市 其实大家心情都还蛮沉重的 因为呢 又畅下波段的新低了 好 那么卖鸭可以说是请朝而出 要请教我们的大人哥 今天台北股市 是不是发生了这个踩踏事件 因为不管是大型股 不管是中小型个股 都是先杀再讲 那么而且呢 这个盘面上头呢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电子金融全产 几乎都有人在砍 都有人在杀 那么在外汇市场的部分呢 央行也喊出了所谓的这个外汇管制 我不知道这个对于台北股市来讲 是有所谓的助力 还是有所谓的阻力呢 而面对这样一个艰困的盘式 投资朋友应该要如何应应 请教大人哥了 好 德宇好大家好 相信今天大家的行情跟大家的一个就是观感应该都不太好受 那因为其实我听到盘中很多人在骂 骂说啊 你怎么突然讲一个什么外汇管制 然后呢明明这两天 看起来美股应该都美 就是那个新 外资已经不太去做一个卖出的这样的动作了 结果呢 今天竟然引发了另外一波的杀盘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视图的部分 那这视图 你如果看完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现在目前的行情的方向的地方 来 先看左上角这是NASDAQ指数 到目前为止的话 并没有破前波的低点 当然你会跟我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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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边是来说的话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这一波的下跌的修正来说的话 其实它就在测所谓的前波的低点 然后呢测前波的低点的话 如果能够在这边做一个指纹回稳的话 对于后续的一个第四季的行情回升 有它的效果所存在 但万一如果测了之后再破低点的话 那你可能要小心留意这个整理时间 会拖的更久更长一点点 所以我完全用那个所谓的数据面 用完全现在目前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 跟大家做一个相关的说明的地方是这样子 美股的部分是这样子 那台股的部分的话已经先破低点了 那至于破低点的原因的话 其实还是原因在这边啦 这是新台币汇率 那新台币汇率的部分的话 因为原本想说昨天 看起来这个黑K棒跑出来了 看起来似乎这个有两天的上影线 也就是表示说 好像到那个32附近那个关卡价位的时候 好像有一些些要嘛是 后面黑手去做一个竹扁的效果啦 或者是说看起来好像外资 也真的是比较小幅的去做卖出了 这两天好像只有卖60几亿的 这个新台币而已 可是问题是 昨天好像那个在 就是在立法院的时候 就接受答询的时候 我们的央行总裁就讲说 如果有必要的时候 会进行所谓的外汇管制 那这句话其实非常非常沉重 我老实说 因为其实这句话讲出来的话 会引发一波比较属于那种资金面向 甚至在外资的一些 比较不愉快的观感 这是我们自己在法人圈 有听到的一个说法 那不过后来央行有说 他不会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个 非必要这样一个措施 可是今天的行情 也因为这个相关关系 重挫了360点 那360点之外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的贵买指数 也有破了一个前波 因为破了近期的波段低点 然后也想要去做前波低点 这个所谓的回撤这样的动作 所以如果以现在目前的行情的位阶来说的话 整理时间恐怕会拖得比较久一点点 可是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在彻底的 反复彻底的过程之中 我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如果 就今天的行情 不只是央行的这件事情 然后你会发现说 真的有一堆 就是一堆的利空 通通一起跑出来了 那这件事情的话 我会请大家观察一下说 这些相关的利空 当他们跑出来之后 当他们来去做 刺激这个市场之后 当他们去做一个测试 这个市场行情的时候 它到底是用利空而去做下跌 或者说利空而不跌或顿化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就可以观察说 到底什么时候行情能够去做一个回稳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看除了央行之外的话 刚刚你刚才德宇有讲到 那个老鹰也都飞出来了 那因为其实这几天 我们之前跟大家算过 总共有12位的央行的官员 有22 22个场次的那种Fed License 那他会来去做 倾听企业的这样子一个的声音 可是他也会放出那种老鹰的声音给大家听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盘面上面要注意的焦点 那另外的话北溪 12号看起来有些状况 漏气 要不然就是断供或是要维修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几天的欧洲的天然气的价格 它飙涨的大概接近20% 然后甚至像是有一些 好像我看到有一家是德国的天然气的公司 也快要被接管了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大家可能要去观察的 一个利空测试的过程 那另外的话像美中之间的一个纠纷 甚至像是盘中有在传 他只是传而已结果就杀给你看 今天盘中在传什么 传说iPhone14 它原本应该要扩产 可是没有去说扩产 就是那个苹果打消这个扩产的这个念头 那主要的原因 它说因为中国当中面的那个销量是 比较不足预期的 所以你会看到因为这个这样的关系 那今天的大力光也中错了9%多 然后呢3406的那个玉金光的话 直接跌停给你看 那现在目前这个时间点 我还是一样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就是当利空在去做测试的时候 它如果是用利空的反应去做反应的话 也就表示说看起来这个 相关利空还没有去做一个彻底完成 这样的过程 那如果是那个就是所谓的利空测试 然后而且有所谓的利空不跌的时候的话 那就很有可能带来另外一波的机会所存在 所以如果就大盘来说的话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解释 那当然我还是这样在跟大家重申 就是你会听到一堆的那种空泡的言论 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有那个盘前的时候 就是点点名的时候有跟大家说过说 今天永远我们都会有听到一些 就是市场上面一些 比较属于那种刺激性的言论 那你就会发现说 像前几天有跟大家说什么什么熊 熊市的来临的这种说法 甚至你看到今天 既然经济时报喊说什么 拼V型反转 人家他们真的都是那种 那个语不惊人死不休 他就要拼点月数还怎么样吧 可是我如果我们 回归到一个比较客观的 这样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时间点 你要好好把握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的话是 我觉得还是要以数据面为准 就是数据面告诉我们什么 或者是说数据面 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现象 我们再来跟大家做相关的分享 也就是我跟你说 如果现阶段来说的话 确实都跌了20% 可是在下跌的过程之中的话 其实也带来另外一波 所谓的契机的这样子一个时间点 那为什么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目前的行情 这我们昨天跟大家说过的 我这个数字还没有更新到最新的资料 可是其实差不多啦 因为你只有跌更多而已 就是目前看起来的话 就是在应该说这一次 今年的第三季度 到前天为止 还是昨天为止的话 已经跌了7%多了 那你如果再看一下 传统以来的第三季的行情 其实过往的这大概10年来的时候 你看这跌一次 跌两次 跌三次 跌四次 连今年的话跌了五次 大概就是一半一半 就是一半涨一半跌的这样的行情 那修正完毕之后 因为其实通常第三季 它会是比较属于波动的一个季度 可是在修正完毕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第四季 这是第四季的行情 甚至像是明年第一季的行情 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该跌的都跌完了 或者是说 我们跟大家说到 要是蹲低之后的话 有机会跳得更高 因为该反应的利空 都在今年度的利空 去做一个反应过后了 所以接下来在第四季的时候 甚至像是明年第一季的时候 看一下这边 除了今年的一月 就今年的第一季是下跌之外的话 2020年的下跌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是每年的第一季 都是那种红通通的那种多头行情 所以包含第四季 包含第一季 那你都应该要去说 留意什么时候可以蹲低 然后让这个时间点的行情 回来到第四季那种做梦行情也好 很明年行情都好 那这后面有一个蹲低 然后跳更高的这个机会 值得你去做一个等待跟一个把握 好所以 第四季有所谓的做梦行情 明年的第一季有所谓的红包行情 那么面对目前的逆风 其实我们可以静待好的股票 它真的是能够落底之后 然后慢慢的往上拉 但是选股非常的重要 这个时候邀请大家务必加入大人哥的这个Liator 还有Telegram频道 来听听大人哥怎么说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媒体报导 可能有一些这个错误的成分在里头 或者是渲染的成分在里头 比如说我常常喜欢举这个例子 当初我问大人哥说 这个网通怎么办 三高库存的问题 但是大人哥说别担心 因为过去的库存会反映成未来的一个营收 那事实证明后来的媒体报导也都更正了 也都跟着大人哥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来走 那事实上网通真的他们的库存也变成了营收 那大人哥在今天早上8点半的这个大人哥早点名的节目当中 也带大家来关心了一些今天盘面上你必须留意的族群 比如说IP系制裁 还有被外资来点名的金星科等等 那么带大家来看清楚很多消息背后的真相 那么接下来要请教大人哥 如果蹲低是为了要跳得更高 那么目前我们在选股的策略 还有选股的方向上头应该要如何掌握呢 好 那如果就接下来的选股的方向 或者说什么时候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继续去跟大家做一个相关的解析 那我也要再次跟大家提醒说 我每天早上8点半 原本是早上7点的那个文字版的盘前提醒 我们现在改成是8点半 跟大家做线上直播的方式 你可以在我们YouTube频道跟我来做互动 所以如果你有些相关问题的话 也欢迎直接在那个 就是也可以直接跟我们就做线上的一个相关的互动的部分 那我今天早上讲了一些行情的看法 跟一些观念的解析的部分的话 我讲到一些那个现在目前的盘面上面指标股 跟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族群 就是我常常说你买台积电 你真的不如买进它的售惠股 那这句话的话看起来最近这几天 有一些不一样的现象发生 我们也跟大家提醒过了 那这个现象在哪里发生呢 我们也继续看下去哦 这边有讲到经济报的头版 它说那个台积电喊涨价 可是苹果不买单 那苹果不买单的话 其实就有一个说法是说 IP的红利啊 那就看起来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就不像之前那样的一个 红利的一个发生了 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还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新闻 就是在这里 这是新闻告诉你大魔点兵 喊金星科上看450元这个数字 那我在早上的时候 我有跟大家说过 我那时候是拿这个纸上跟大家说的 我说你好歹也在早一点的时候 喊这个数字吧 为什么你在金星科已经涨到420的时候 然后呢才去喊那个450块 那你的意图是什么 或者是说你新闻喊这个喊多的意图是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啊 有很多的股票在我们提前跟大家做相关分享的时候 那时候是相对的低点 可是呢如果当你看到全市场都在喊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很有可能变成是一个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在趁热度 但是都有可能变成是一个主要去出货 或者是说变得更难操作的这个地方了 所以这个观念的话就在我们那个节目里面 也都会跟大家做不断的分享跟提醒的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看今天的那个金星科 就当然今天是全面一起跌啦 你看今天金星科 中场的话是下跌了6.74% 那你如果再看一下前一阵前几天的金星科来说的话 当然它的位阶叫做是相对高档的位阶 6533金星科 那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那个450块那个位置来说的话 其实就距离不太遥远的地方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拿来到盘前的 早上的那个点点名给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你如果看我们一些节目的话 我相信你可以去做到趋吉避凶的 这样子一个很棒的这样子一个观念的地方 那这些相关操作观念 都会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做分享 比方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你看如果最近这几天 顺便讲一下好了 那个联发科他的状况的话 因为如果 因为如果 苹果那边 他不接受台积电的涨价的话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 那联发科也说还可以不要涨价 那联发科就会有红利 可是呢 其实联发科今天也跌给你看 那这其实我就觉得说 那个这个新闻喊起来 我就觉得比较诡异一点了 不应该喊这种新闻 来让大家比较有那种 好像有过度期待的这样的想法 因为这种股票他到目前为止 还是比较偏向于 所谓的外资的提款的标的 这个部分 顺便跟大家做一些相关补充 那如果回来到 所谓的IP的部分 那IP我依然看好 我再次重申我依然看好 但我在等待的是一件事情 是他们能够如果能够再拉回 然后手稳之后的会会跌出来的一个更好的买点的部分 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你看3661的四星KY 为什么他会在1000块这边去做止步 那为什么他不就这边就直接突破1000 再走另外一波行情就好了 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现在目前的行情比较偏震荡 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一些关卡的价位 这个1000块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价位 那如果他能够突破的时候 他就会展开另外一波的行情 可是他万一如果不能够突破的话 如果你有部位的人 你不妨在这边做一个逢高获利了结 拉回之后测个附线 甚至是假跌破附线之后再上去之后 再去做一个逢低手稳这样承接的动作 所以这个观念的话 就会在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做相关分享 但至于所谓的精准的买卖点的部分的话 就很抱歉 我只能讲大趋势讲大方向 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你说什么 到750块就来去做一个买进的这样的动作 这个千万不行 因为这是有关于所谓的相关法规的限制的部分 M31我也讲 前几天大家都在喊M31了 那与其这样的话 那我不妨等他拉回 再来去做那个 再来做一个买进的这样的动作 因为反正我们前高已经出一趟了 那既然如此的话 这好的股票 那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动作的话 其实就可以更掌握到现在目前的行情的方向 好的股票 不妨等待拉回手稳去做一个操作 这是现在可以跟大家做一个 就是提醒再提醒的地方了 好 所以呢很多的好股票呢 大人哥都讲在前面 比如说我们的网通很多的这个个股 IP系制裁很多党的这个标的呢 其实大人哥都是早早的在低点 这个股价还没有发酵的时候 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带大家追踪了 那你也会发现 当市场上人手一档 大家都有的时候 这个筹码就被蹭乱了 好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大人哥带大家就不会去凑热闹了 而是我们要来布局下一档 更好的标的 或者是静待他们拉回手稳之后 我们再来出手 当然也邀请所有的好朋友 您可以利用我们 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 或者是加入大人哥的这个Light 8 先让大人哥呢 帮你做一个这个持股的见解 因为目前这样的震荡盘式 其实刚好可以呢 来检视你手上的这些持股 它的体质到底好不好 如果体质真的比较弱的话 我们可以来做一些太弱留强 这样子更换持股更换仓位 但是如果他真的是不错的标的 只是现在呢 被大盘呢 整个这个走势给拉下来的话 那么不但不会带你来换股 而且甚至逢低拉回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加码布局呢 所有的一切都邀请大家 跟着大人哥一起走在市场的前头 我们比别人更先来一步这个卡位布局 当然了 现在很多的法人在看的 就是上市贵公司 他们明年的获利预估 大人哥也独家分享了这一份 2022-2023年 上市贵公司这个法人获利预估的Excel表 都已经公布在我们的这个Lite 8 还有Tilgram上头 请大家加入大人哥这两大免费平台 务必要把这一份非常重要的表格给带回家 那么当然要请教大人哥了 如果说目前在很多的这个个股呢 因为大盘整个大环境的不好而被误杀而被错杀 就像之前您跟大家分享的创意一样 多跌了这么一段 也让大家可以多赚了一波段的这个超额利润的话 还有哪一些标的或者是选股的方向 我们可以再来多加的留意呢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看已经差不多时间了 那我们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接下来的行情的一些看法 那我们刚前面说到的 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蹲低的过程 所以蹲低的过程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时间点 你可以保持一些现金部位 这是对你第四季一定有相当好的好处 因为第四季会是一个很好的行情 我们预期来说的话 那但是呢一样的问题就是说 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个 那个逢低去做拉回去 做一个手稳这样的动作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有一些股票他们是拉回手稳的 那有一些股票的话他们拉回不一定叫手稳 那这个部分来说 我很坦白说 你必须还是要看一下到底下半年 甚至是明年能不能够去做一个持续成长 那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刚刚德宇有讲到一些关键妹妹的地方 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创意 那创意的话 其实它就在第一季的时候 它被行情莫名其妙被拖累拖下去 你看哦 这个水平线就是它一直以来的整理的区间 可是那一次它跌破下去的时候 然后呢 市场上面在看到底是谁砍的 投信 那时候投信砍的时候 全市场都在害怕 可是我就跟大家说过啦 它就是一个成长的创意 它就是一个用基本面告诉你说 它是成长的一个创意 所以当它在公布季报 EPS我记得好像4块多吧 那也是一个超乎法人预期 所以你看这是谁 也投信把它买回来啊 所以只有在这种行情来说的话 它就会有那种所谓的挫杀 它超跌 跌出来低点 然后呢V转向上 这样一个现象发生 所以大盘 我自己在看哦 所以很有机会 也有一些相关的股票 在大盘在比较疲弱的状况 可是呢它会领先去做一个手稳 甚至领先去做一个转强 那当然你还是要看一下说 这些股票到底是 真的能够下半年有持续成长 还是没办法持续成长 所以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用口述帮大家带一些股票就好了 那这个观念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从最近的航运 可以看到这一样现象的现象 就是 这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2603的长榮 长榮你看今天又破低了 因为它我就跟你说 它现在目前就已经面临景气趋缓的过程 那它的 它的就是运价的部分 又连15点SCFI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整个货柜航运的部分 我会持保留的态度 那这是在货柜的部分 长榮 阳明 万海 都一样 那散装航运的部分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我觉得有机会打底 但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们是所谓的跌升反弹 所以跌升反弹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昏胖会用打底的方式 去做一个盘底打底的过程 可是看起来这个像惠阳也是 然后265的星星也是 它又再次破低点了 所以这种的整理时间 恐怕需要再拖的更久 有一点点的这样子一个状况 所以因为它的破底的关系 所以它必须要再构筑另外一个底部 然后让它这个运价有撑的行情 能够再去做一个 回稳之后再去做一个上工 所以这种股票它需要整理时间 那个我刚刚前面说的货柜的话 可能就比较疲弱一点点 然后另外的话呢 那个航空的部分 我也跟大家做一个相关提醒 因为今天的那个长河行 它重挫而且是跌停板 那长河行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这根 这根比较讨厌的长上引线的 这根黑黑棒 而且它是带大量的 那那根的话是因为市场都发现说 解封了解封的话 那就短线上面先有那种 获利老杰这样的动作 确实是一律多出现这样的现象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它拉回来去做修正 然后今天的话 又在所谓的看看 哥哥派跟弟弟派之间的一个 就是和平落幕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让它明年的董监改选的题材 这个题材 看起来又好像说 那就没有人选 好像去逢低买股票是不是啊 就先杀一波给你看 然后又刚好今天的大盘 配合大盘比较弱势的关系 所以他就先杀给你看 可是如果回来到这个 所谓的修正的抄跌来说的话 那长荣 长荣行不是长荣 长荣行我反而比较倾向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会不会是变成是另外一个创意 就是创意第二的这样的现象发生 因为错杀抄跌 然后带来下一波的一个成长的动能 因为接下来是客运要解封啊 接下来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像是 获利能够再继续做一个成长的长荣行啊 那可是现在现在如果因为题材面的关系 因为行情面的关系 而有这种压回的过程的话 我觉得反而可以 好好请大家去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时间点的一个超跌买点的部分 所以这个观念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做这样的相关分享的地方 今天排面上头呢 其实各个族群 各档股票其实卖压都很沉重 然后感觉上呢 真的大家有点预政乏力的感觉 但是大人哥提到了一个重点 是不是会出现创意第二呢 也就是被错杀被抄跌 然后甚至可以酝酿下一波起涨 这样的一个波段行情 邀请您利用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 或者是透过大人哥的这个Light 8 私讯大人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您手上的股票呢 是真的体质不好跌下去 而且可能低还有更低 或者是他像创意一样 那么是被错杀是抄跌 那么可能有下一波 这个超额的利润在等着大家 那么当然也邀请大家 务必要透过大人哥的Light 8 还有Telegram频道 把这一份2022到2023年 上市贵公司法人获利预估表给带回家 因为当中真的有很多标股的资讯在里面 早上的8点半 不要忘记准时上线 透过YouTube频道 跟大人哥在线上直播 大人哥早点名的节目当中 做最立即最及时的互动 同时透过大人哥的叮咛跟提醒 掌握当天台北股市 还有期货市场的操作策略 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库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上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 DAR1888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